每年农历过年前 美国金山湾区妈妈教室 都会邀请美食烹饪家 来教授如何料理年菜 今年乔教中心的教学厨房 是第一次启用 50位会员围在老师身旁 认真聆听 希望能够煮出一手好菜 要帮家人料理丰盛的团圆饭 一瓶瓶调味料整齐排列 美国金山湾区妈妈教室 50位会员聚集在一起 仔细观看美食烹饪家 马素倩老师教导制作年菜 每年在农历过年前 妈妈教室都会邀请美食烹饪老师 教导年菜的做法 在烹饪教学前 马素倩老师首先详细说明 食材的选购重点和调味料的种类 要让大家煮得用心也吃得安心 马素倩老师表示 以前年夜饭总是大鱼大肉 但是现代人注重养生 所以越来越多人关注健康年菜 我教学的原则呢 大部分都是采用低温 少油少水 没有什么油烟味的 而且都很简单 就算你是一个探尿 来跟我学做菜的话 也都是非常容易上菜的 那我今天在那个妈妈教室里面 教大家做的四道年菜 有西班牙海鲜炖饭 自己会海参 还有八宝菜 还有双胃 碎鸡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年菜 学员们围绕在老师身旁 仔细聆听并请做笔记 清爽可口的开胃菜 养生沙拉 制作时善用工具 可以将蔬菜切得又细又省食 蔬菜的选择则依照个人喜好 在酱料方面使用柳丁 柠檬 还有苹果调制而成的沾酱 不仅健康爽口 而且低热量 在八宝菜的食材 则选用豆干 红萝卜 竹笋 香菇 红喜菇 金针 黄豆芽 芹菜 加上胡桃籽油 经过小炒后 再放入黄豆芽和芹菜 翻炒煮两分钟 加入少许的麻油即可 而色香味俱全的西班牙海鲜炖饭 加入了大量海鲜 除了美味又营养十足 配料丰盛的食井会海参 更是大人小朋友的最爱 而双胃醉鸡采用鸡翅膀和鸡腿 在前一天先腌制过夜 第二天只要放在烤盘 以400度烤15分钟 美味可口的佳肴就能上桌 第一次参加妈妈教室的烹饪班 好热闹好热闹 很有过年的气氛 那马老师也很棒 她叫马妞 教了我们很多的年菜 那其中呢西班牙烩饭 非常的道地 那还有很多什么营养的 都是养生的菜 那非常有新年的气氛 最后大家津津有味的 一起享用老师做的美食 并一边讨论交流 希望将所学展现在过年的年菜上 与家人一同度个好年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 实际上 找到美国圣上 爱 人民